川普上任之後 對台灣最大的警示中就是 你不能夠再去販賣美國牌了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 而且是很急迫的問題 川普不可能為台灣犧牲 絕對不可能 他搞不好連中東他都有可能 要求做一些改變 川普他只剩四年 他沒有在第二任 所以當你只剩四年的時候 你要留給美國什麼 你要幫美國多爭得什麼 你要如果讓美國再度偉大 你要從川普的角度想 這個時候再發動戰爭 絕對不是他的選擇 跟中國衝突也不是他的選擇 如果民進黨你繼續用 本來的老路子就是說 我們跟中國繼續對抗 就是用備戰才能避戰 然後民主每日一起會對抗 你用這個思路這個邏輯去走的話 那就走不通 因為美國他不會來參和 所以我實在搞不懂 我們這些閣員到底在幹嘛 這個 我覺得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是有點急了 我剛剛講的 國安團隊整個焦慮失控 外交部次長應該要換掉 因為他居然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做了一個不當的表態 憂慮 那接下來這些閣員 經濟部長 國發會主委 我真的覺得講這些話 我個人覺得並沒有他的利潤基礎 最後幾天覺得川普的事來了 開始在講一些川普當選比較好 或是什麼 像這個國發會主委講 好像一副那種川普當選 對台灣比較好 如果是賀錦麗 政策是延續性 對心狀影響不大 那你這樣不是同時 得罪了民主黨政府跟共和黨政府嗎 所以我實在搞不懂 我們這些閣員到底在幹嘛 這個我覺得我真的覺得民進黨是有點急了 我剛剛講的國安團隊整個焦慮失控 這個外交部次長應該要換掉 因為他居然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做了一個不當的表態 憂慮 那接下來這些閣員 經濟部長 國發會主委 我真的覺得講這些話 我個人覺得並沒有他的利潤基礎 譬如說這個川普的政策 主要是針對中國加上60%的關稅 對一般國家增加10%的關稅 你怎麼知道一定 你怎麼確定是這樣 對啊 請問他宣布了嗎 你怎麼知道 然後我覺得說這個 會加速台商的移動 會有機會得到更多的訂單 我不知道他的評估 取代訂單 為什麼 他的評估是從哪邊來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不太負責任 我是建議 我還是這個誠懇的建議賴清德政府 老老實實的各個部會動起來 針對川普 已經公開的 而且是正式發布的 有具體性的政策 做一些分析 看看要怎麼應用 像卓東太院長已經回答說 不會去增加國防預算 不會去排擠其他預算 這個態度也是很明確 很好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當川普很明確要求你 你不增加國防預算我就怎麼樣 到時候怎麼辦 這一點我們就要聊 川普講過台灣的國防預算應該要佔GDP的10% 他真的有講過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很誇張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把它歸為 像他在 木管參會說要會轟炸北京一樣 把它當成是一個 用台語講 連消威 因為川普是一個喜歡 畫後蘭 這個畫後蘭 連消威的人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他上任之後 他的具體的政策 譬如說 保護費到底是什麼 還有他希望我們的 國防預算增加到多少 因為這個一定要談 因為10%的話 就會等於是佔我們的 全年度的總預算的三分之二 我們根本沒辦法運作 因為現在的國防佔GDP 應該是2.5%到3% 你如果全部都變10%的話 我們根本政府是 不要講卓榮泰講這些話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因為我們 如果三分之二都是軍費 你三分之一還要處理建設 這個交通 社福 教育 根本沒有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 歷史上也沒有國家到10% 你說以色列全民皆兵 他也不過5% 你到10%是什麼概念 那等於是不可思議的概念 北韓我看也沒有到10% 北韓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想像的 對 可能那個時候 國民政府撥簽來台的初期 你整個全部都是軍費 那個時候有吧 大概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我們下一題投票 來下一題投票 川普上任以後 你覺得台灣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A高額的保護費 B護國神山台積電受到影響 C台海問題 D其他 你覺得川普上任以後 台灣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各位這個我們的投票會在中天二台 中天二台是我們的主評 歡迎大家來到中天二台 參與我們的這個投票的回應 屈臉兄你覺得川普上任以後 台灣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這就是我第一 我剛開始在捷克的節目上 講的第一句話 就是對民進黨不利的話就是 他對台灣的承諾 會直接到說 很直接的告訴你 他不會給你承諾 那這個對我們的兩岸政策 勢必造成很大的衝擊 那對於賴清德上任之後 一直推動新兩國論 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 大陸在發動軍演 那假設川普有一天 他突然間就不再派什麼航母過來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今天最顯著 對台灣最大的影響 我覺得很毫無疑問就是台海局勢 那當川普揚言提高保護費 揚言他不會出兵 這種對台灣的衝擊就在於 那你今天民進黨 是不是得對我們全民交代 如果今天美國 可能不會我們講可能 不派病的話 他還有事怎麼辦 那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能力 你沒有把握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那你是不是應該走回 以前馬英九的路線 就是跟大陸和解跟大陸交流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選擇真的很少 而且就擺在眼前 就是當你失去了 再去欺騙台灣選民 台灣人民說 你有辦法去叫美國出兵的時候 因為川普擺明了 他都打你一臉了嘛 你這個時候 民進黨的你還有什麼選擇嗎 你難道可以再繼續衝衝衝嗎 你難道還可以再繼續覺得說 只要我不斷的去講 這個新兩國論 反正就算發生擦槍走火 美國一定會挺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今天鄭重呼籲 川普當選的最大的警示 就是兩岸政策要調整 我們要回到過去 跟兩岸交流 同時跟美國交好的時代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淪為 被美國放棄的棋子 我們也不會被淪為 被美國拿來運用的籌碼 這個時候就要看賴清德了 如果賴清德願意就一年之間 讓兩岸回到中華民國憲法的互動 這才是真正的根本之道 如果今天你還是要硬衝 假設今天衝到最後 台海發生戰爭 川普就說我講過了 我就加徵中國百分之兩百的關稅 結案 結案 到底怎麼辦 然後美國的民意 我剛剛講了七成的民意反對出兵 你覺得會有哪個政客 真的願意出兵嗎 國會議員被你這些民進黨政府 平常的這些所謂的Lobby 公關費 這個都出來幫台灣講話 可是他真的會強硬到底嗎 會要求美國政府一定出兵嗎 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 都反對的情況之下 我不相信 美國這些政客會堅持到底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的危機 也是台灣的危機 所以我真的覺得川普上任之後 對台灣最大的警示中就是 你不能夠再去販賣美國牌了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 而且是很急迫的問題 旭陳雄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民進黨他在販賣 比如說你講的販賣美國牌就是台灣是民主同盟 價值同盟 台灣有事 美國有事 美國一定會來保護台灣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哪怕是拜登政府 美國也不會 對嘛 那民進黨這樣講更多的 我覺得像是對內宣傳 洗腦台灣人 覺得是這樣子 那從洗腦台灣人的這種邏輯跟角度 民進黨他大概大可以 川普當選他繼續他這套洗腦的話 川普其實也有保護台灣的 他反正他會轟炸北京 台灣沒有用 你覺得他這樣用洗腦這一套 台灣人還是 台灣人沒有那麼好騙 因為我哥說過川普是真小人 我就跟你說 當川普說要提供保護費說 因為我常年會去觀察一些 比較綠的人的臉書或是網站 我就看一下他們真實的反應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就 就是很悲憤也很無奈說 好吧我們就來加稅 加保護費 真的要去繳嗎 所以表示他們就算很綠的人 他也心知肚明 川普是玩真的嘛 他不會保護你 他要給你要保護費嘛 對 所以才會很悲憤的說 我們台灣人要保護台灣 就加稅 請問你你覺得 有任一任政府敢加稅嗎 不敢 民進黨政府賴清德 敢出來說我們要保護台灣 對美國交保護費 所以我們要加稅 不敢 他不要選了 加稅就不用選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沒那麼好騙 你看這些綠的人 他們的反應就知道了 他們也很悲憤嘛 表示說他們知道川普上來之後 他們那一套宣傳沒有用了 因為川普就是真 真曉的明買明賣嘛 那我是說我為什麼會一直呼籲說我們不能看川普的表面的這些臉下微我們要去思考他的邏輯他是一貫的而且很清晰的你當你了解他的邏輯跟看他的思維之後你真的我們真的台灣要真的要做一個重大的轉向跟選擇因為川普不可能為台灣犧牲� 他絕對不可能 他搞不好連中東他都有可能要求做一些改變 能交易的他都交易 能交易都交易 因為你要想想看喔捷克川普他只剩下四年 他沒有在第二任 所以當你只剩下四年的時候 你要留給美國什麼 你要幫美國多爭得什麼 你要如果讓美國再度偉大 你要從川普的角度想 這個時候再發動戰爭絕對不是他的選擇 跟中國衝突也不是他的選擇 他要的是我多賺錢 反正在我任內沒有戰爭 然後讓美國人民重新恢復到生活水平 不會再有所謂的零元購 美國移民 非華移民我全部都阻絕 他就有辦法交代了 你覺得他還會讓自己添麻煩嗎 所以我說思考川普一定要從他的本人 讓美國再度偉大這個標語 去思考他怎麼樣去施政 而不是在用這些什麼價值同盟 民主同盟去欺騙國人 國人也沒那麼好騙 不然我剛剛講那些 深綠的那些民眾也不會那麼悲憤 就是說川普他擺明他就是不可能 為了台灣去出兵去保護台灣的 這樣子的一個美國總統 那如果民進黨你繼續用本來的老路子 就是說我們跟中國繼續對抗 就是用備戰才能避戰 然後民族每日一起會對抗鬆寶胎 你用這個思路這個邏輯去走的話 那就走不通嘛 因為美國他不會來參禍嘛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動靈密碼